以后美国的军机军舰再起来 我们在跟监界被警告拘离之余 如果对方都冥幻不宁是这样的话 今次大家所见到的镜头来说可能会重演 时代不同了 美国很多的做法其实是令到很多国家的不安 今次我们李尚福国防务长讲得很清楚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究竟做了些什么 所以美国来说可以说在贸易在这些反恐 在这些气候暖化的重大议题和中国合作空间 不过对我们国家来说就是气氛不好 特别是越打气球事件之后 加上现在最新这些绝绝的人我们就不会再跟他谈 但美国很多大企业的领导来中国我们无任欢迎 大家好 第二十届新加坡香格里拉国防会议之前发生的 中美军机军舰的对撞事件 中美双方都指责对方有挑衅 究竟这件事来说影响有多深远呢 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美方会判断中国改了个游戏规则 过去在跟监戒备拘离之外 现在解放军可能很强悍地采取拦截 大家记得几个镜头 首先就是军机 美国RC-135对解放军的CIM-16就战斗机在它上空近距离掠过 产生的气流来说大家看到镜头其实都挺惊险的 这种情况中方告诉美国以后你还有机会遇到 军舰也是惊险万分的 因为美国的一艘驱逐舰加拿大的一艘护卫舰 就在台湾海峡附近来说 就比中国解放军的三艘军舰来说 就一样是警告拘离 其中中国的军舰警告之后来说 就快速驶近 对着美国这艘军舰驶过去 结果美国军舰就被逼减速转向才避过镜头 最近的时候据说是百多公尺 在军舰来说其实是非常惊险的 这两个场合两个场面来说 其实是什么原因呢 就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为何中国解放军要采取这样的做法 以及为何会改变游戏规则 这个很重要 大家回顾一下 过去这半年 自从去年11月 习主席和拜登在印尼巴里岛会面之后 说就说得很好听 拜登就说 我了解中国的各种事情的想法 我们一中的政策也是无变的 我们希望建立一些是互难 我们只是竞争而已 不需要是真的冲突的 说得很好听 但是过去这半年 如果大家是有留意美方的动态的话 很多事情来说 证实了美方来说 围堵施压挑衅中方从未减少 而且又有变本加例 举几个例 日本韩国 现在加入了美国的印太版 围堵中国 很明显 特别是日本的岸田文雄 现在开口卖口都叫嚣 台湾的问题来说 不仅是台湾的海峡很简单 是应该国际关注的 最重要是美国就是抖杂了北约 现在准备在日本设立办事处 北约本来是欧洲那边的事 现在正式明正言训 搬到日本设立办事处 还有美国就以针对金正恩为名 将核潜艇驶入南韩 靠近南韩停撻 这不是单单针对金正恩 军事界又很明显含有威胁中国 如果大家记得2018年 南韩的撒德导弹被迫落地 中国拨现大路之下所产生的冲突 大家还记得 这次这件事绝对不是这么简单 还有美国也强化在关岛的军队的装备 也在南太平洋岛国准备和中国加强抗衡 只不过因为派登来说 就处理债务问题取消了 去南太平洋岛 又找了布林肯去 所有这些 你可以看到美国围堵施压 挑衅中国从未停止 在香格里拉会议的前夕来说 很明显美国要炒作中国军舰军机 撤撤逼人 刚才我解释了 究竟谁撤撤逼人 各位读者 各位观众应该是清楚的 所以这次来说 美国想借助在香港里拉会议之前 炮制两件事件来说 就说中国撤撤逼人 所以就要中国在世界面前就要道歉不专业等等 但中方的部署也很明显 香格里拉会这个是国际触目 特别是中美互动 中方的处理就是说 跟你奥斯汀来说 国防部长就没办法谈了 但是晚宴 礼貌上握手笑一笑 同台吃饭没问题 但是今次香格里拉会议 最重要就是中方会和亚太地区很多国家 尤其是东盟十个国家 牵涉到南海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 中国会是怎样处理和他们国家的关系 所以香格里拉会议 李尚福国防部长 分别会见十多个亚太地区国家的国防部长 一对一讲清楚中国和这些国家个别的关系 效果是非常好 而且在场边的会议来说 根据最新来说 二十几个国家的情报官员 包括中国和美国都有很好的交流 所以两手对两手 针锋相对是各有各打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最重要 李尚福国防部长 发表了中国的新安全的枪议 说得很清楚 在台湾海峡的问题上 就好像上一次 去年大家记得 魏凤和上将 当时的国防部长 再一次说了 在台湾的台海问题上来说 台独来说一定是没有出路 我们如果有遇到台独的分子 敢分裂台湾的话 不惜一战 一战到底 这种信息继续表达得很清楚 而且李尚福在回答传媒的问题的时候 就说到 有些国家经常洗近别人国家的领海领空 如果这些事不会发生 就怎会发生 军机和军舰 这些所谓拦截的事件 其实不点明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就是你美国专做这些事情 大家不要忘记 根据军方的统计 单单2021年 美国军机洗近或者抵近中国的侦察活动来说 知道多少次吗 一千二百次 不说你也不相信 平均每日三次 你说是否很欠人争呢 因为这些电子侦察机洗近我们国家的颜海 它的装备来说是足以威胁到我们 避免很多信息 甚至可以干扰到我们 这个绝对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容忍他这样的话 这个是不可能 所以李尚福国防部长就说得很清楚了 今次中国特意继续委任自己的国防部长 李尚福在2018年被美国制裁 当时李尚福去俄国谈军事合作 美国以这个为名制裁李尚福 李尚将最近再次去了俄国 和俄国国防部长邵姨古 甚至俄国总统普京谈论 所以美国很不满 但我们中国继续找李尚福 其实开了个难题给美国 你想找我谈论 就好像拜登曾经一度说 有可能取消李尚福的制裁 但接着美国又想到一条路 我不会取消制裁 看你会怎样 接着就炒作军机军艦抵近偵察 这件事就说中方绝绝逼人 所以今次李尚福不见奥斯丁 合情合理 如果见他就向美国示弱 但以后美国想再和李尚福上将谈 麻烦你取消制裁 所以对美国来说 其实都开了个难题 他进和退都可能会有些失举 所以香格里拉会其实很精彩 大家就会问 改变游戏规则有什么含蓄 大家就记住 现在北京中央的新部署 第一要解放军提高警觉 中国习主席早前已经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就是要准备打一场突发性的小规模的特种战争 解放军要是不打 一打就要打赢他 那大家就会想到 会和谁打呢 谁敢跟中国开战呢 那当然是美国这样的挑衅性 但是这种这样 如果现在在拦截过程当中 真是会出事的话 大家就会想起 2001年又是美国电子制裁机 抵近中国海南岛政策 结果跟我们中国军机碰撞 那他又是急降了 2001年我们海南的凌水军用机场 那一件事中美军事的对抗 碰撞来说 碰一声全世界都很紧张 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呢 那就在美国了 但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军事的准备 这是第一 第二来说 我们是会继续加强 我们和北方 我们上一集都说过 中南五个国家和俄罗斯的关系 这是我们中国大北方大西北的安全 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所以大家记得看回我的片集讲到这个 其实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在大西北方 我们安全是巩固的 我们的发展是有前景的 加上一带一路 所以现在我们唯一剩下的是什么呢 我们会和东盟十个国家 这次香格里拉就很清楚了 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会合情合理处理 稳定了和东南亚国家 所以新加坡都说了 多次说过 李显龙说过 王秦才副总理 这次也说过 东南亚国家避免靠边站 只要不靠边站 就不会出现各方面的问题 现在就剩下中国的东面 由山东半岛一路经过江苏浙江一路去到福建广东 这个太平洋的西岸台湾海峡 这一带我们近岸的防卫做好了 将来我们再建设多两只航母舰 投尾一共有五只航母舰 我们近岸防卫 我们算有优势 这样就可以巩固到我们国家的国防 保证我们的国安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大国策 所以在这样的大范围之下 今后我们改变了游戏规计 所以大家看完这一集之后 最重要是记得我今天所说 以后美国的军机军舰再洗离 我们在跟监戒备警告拘离之余 如果对方都冥幻不灵 是这样的话 今次大家所见到的镜头来说 可能会重演 会不会出现2001年 美国的电子前线机急降 这个就要看美方 时代不同了 美国很多的做法 其实是令到很多国家的不安 今次我们李尚福国防务长 讲得很清楚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美国究竟做了些什么 所以后面大家要多些留意 这个台湾海峡南海这些方面 会不会再次出现 是紧张的局链 总的来说 大家就会问一句说话 中美会不会开战 大家又不用太担心 因为美国大家都知道 同一时间来说 他的财政部副部长 又和我们驻美大致 郑峰又谈过 摸摸底 耶伦白头婆婆来说 财政部长其实都很想访问中国 最新来说 其实美国也是两手跟中国玩的 他的助理国务卿主管东亚事务 和台湾事务加上白宫安全委员会 新任的资深主任 就低调访问中国 亦都和我们谈了 多次表达来说 其实我们国务卿布林肯 甚至我们总统拜登 都很想访问中国 表达了这个意愿 所以美国来说 可以说在贸易 在这些反恐 在这些气候暖化的重大议题 和中国合作空间 但美国来说 他的国债问题来说 就很严重 所以他很担心中国来说 我们都说过 会不会抛售美国国债 这个是他最紧张 所以美国是很想和中国继续谈 不过对我们国家来说 就是气氛不好 特别是越打气球事件之后 加上现在最新这些绝绝的人 我们就不会再和他谈 但美国很多大企业的领导 来中国我们无任欢迎 所以马斯克过来没问题 带蒙JP Morgan过来没问题 所以两手对两手 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